来 生姨 生姨你们终于来了 来 走 我带你们去尝尝 我们家厨子新做的点心 好 特别好吃 恭喜大哥 荣升直北三地防务总司令 好 谢谢 司令 你敢想敢为 一身的本事 我老郑 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行了 大家都是兄弟 都是一家人 你们好 才是我 萧海珊的真好 大哥 金都军怎么还没到 都军最近一直跟总理的密室在会谈 抽不开身 欧战打得非常激烈 总理呢 主张向德国宣战 大总统不同意啊 他俩到底谁能查得过谁 也讲不明白 我老许啊 不管上面怎么到 也不管都军站哪边 咱们 还是过咱们自己的日子 还是以大哥 马首是瞻 对 对对对 我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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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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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我昨天跟你说那样 九十大点 我说不去 不去 谁还能扎着我去啊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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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跟我们回复 老许 老许 叫走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轻 轻点 轻点 三哥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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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自己抓把好枪 老子逼了你 这事真跟我没关系 你听我解释 算了 别站着我 老子能走 忘了忘了忘了 看得漂亮 三哥 我唯一都是你出的主意 好吧 你放开我 你们 你放了天了 你们 就是 三哥 这么多人啊 这么多人你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 许子军 你都抽你水上 放 许一 爹 你小子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 今儿人挺多 怎么有空管我了啊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 老乡回来了 司令 没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教训老三吧 没事了 没事了啊 大家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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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老三 走 太太们可都等着你呢 走 太太们 老三来了 北辰啊 北辰啊 你真是越来越帅了 我们家凤琪啊 经常从法国打电话来 一直提到你的 北辰啊 北辰啊 我们家闺女啊 成天三个长三个短的 弄得我们家那只八哥 天天三个三个的叫 你们家八哥啊 快成九哥了 北辰啊 我告诉你 你跟凤琪啊 真是志同道合 你们俩可以啊 绷子绷子绷子 是吧 还可以像外国明星哦 北辰啊 你要是 郑太 孙太 我那边呢还有点事 你们先聊着 改天 一定去登门拜访 你先去忙吧 好好好 你们先聊着啊 那我再过来啊 好好好 一定要来啊 三哥 冷静冷静冷静 三哥咱们说正事 对对对 你让我查的事情 已经查到了 那些洋人 根本不是记者 就是普通的游客 什么 指挥他们的是一个女子 坐着萧府的车 刚从车站接来的 就我新来的妹妹 你是她 刚一来就找事 看来你这个丑妹妹 还是个世纪 谁玩书姨呢 那谁啊 我 怎么了 那时候的我不明白 为什么人群中 会多多看到她的眼神 康景 下来呀 行景 我带你去见萧伯伯 走 司令 哈景来了 萧伯伯好 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呢 这位呢就是我兄弟 林堂生之女 林行景 现在被我收为义女了 行景见过各位长辈 林部长的女儿 真是清零玉秀啊 是啊 你爹当年在学海堂 那可是第一美男子啊 文桃武略 样样精通 康景 在这个家呢 踏踏实实地住下去 有谁欺负你 告诉萧伯伯 谢谢萧伯伯 那我带他去见大家 好 大哥 我怎么听说 这林堂生好像犯了什么事啊 是有些流言蜚语 都是谣言 来 坐 老三 正找你呢 七爷 这就是你的新妹妹 林行景 林妹妹 那不是跟戏本里写的那样吗 天上雕下个林妹妹 你给我正经点 我怎么不正经 杭景啊 你一直没见着 这是你三哥 萧北辰 见过三哥 莫义 徐子军 晓晓晓 人叫的三哥 多么动听 你们两个玩去吧 踢啊 我们先去小溪了 回家啊三哥 去吧去吧 小三 你带杭景也去小溪楼吧 那儿有年轻人的舞会 杭景 有什么事啊 你就吩咐你三哥 他要办不利索 就告诉你萧伯伯 您放心 我一定好生照顾林妹妹 行 那我去照顾那几位太太了 七爷 您先忙 来 那边 照顾好你妹妹啊 您放心吧 交给我吧 林妹妹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胆小的人哪 小心楼在那边吧 小心楼在那边吧 快 快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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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了